而最新消息呢 就是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名单 在刚刚傍晚的时候公布了 几大天王呢 这游锡坤苏贞昌 谢长廷 列在16 18 20名 16名算是安全名单的最边缘 应该可以上 不过如果要让苏贞昌 要让谢长廷再把他们给送进立法院 恐怕这个支持他们的选民 就要冲大选票咯 来看我们的特别报道 好 首先呢就来看这份名单 现任立委陈杰如 他蝉联不分区的第一名 那么至于政治主方面呢 是由民进党团的立院总召 柯建民来领军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看得很清楚 民进党这个对于性别平等 他们很坚持 就是女生男生都要各一半 好 所以呢 包括陈杰如 柯建民 郑肃华 他是全国工人总工会理事长 还有李应元 田秋景 蔡黄狼 萧美琴 陈其迈 这是前八名 那么另外呢 包括郑立军 段仪康 游美女律师 吴炳锐 薛林 于天 翁金珠 游锡坤 他们都进了16名了 好 于天呢 一直被讲说 到底能不能挤进去 现在挤到14名 应该就是可以上了 那么特别就是苏贞昌 跟谢长廷 算是危险了 18跟20名 到底能不能 因为他们排这样的名次 来冲大选票呢 带你来看 瞧了好久一次 拍板定案 中职委做出会议室 翁金珠心情很好 陈其迈也没开眼笑 因为好不容易挤进民进党部分区立委安全名单 但弱势团体代表还是被蔡英文摆第一 在社会力里面 我们有弱势的 你看我们的陈杰如 强化了整个社会力 把它跟民进党来做一个结合 那么除了专业分工的考量 我们第二个考量 是战斗力的考量 而且每一个绝对 都是在立法院 能够来引领议题风骚的代表 精挑戏拳的战斗组合 明列前茅打头阵的 在专业部分 先任立委陈杰如 和全国总工会理事长郑肃华 分别是第一和第三名 永远的立院总召 柯建明和谢系的李应元 位居第二和第四名 猜文选新北市的前锋部队 萧美琴 郑立军和党发言人陈其迈 统统入列 为了平衡党内派系 亲扁系的现任立委蔡黄狼 列第六名 余天十四名 苏系唯一代表吴炳锐 第十二名 前新系总招段宜康 第十名 党内三位前行队院长 游锡坤 苏仁昌和谢长廷 都在部分区安全门槛边缘 三位前院长 他们都愿意在第十六名 第十八名 第二十名 所谓的安全名单的边缘 一半是十七名 我们是有信心要在这一次 部分区的政党的分配 能够来够办 在安全名单 安全名单 安全名单在吗 市地底 就是民进党得票六十八的话 不分区立委名单 绿营第一次采提名委员会制度 看出蔡英文巧妙安排 派系大集合 冲高立委行情 带动总统大选 三内十五白帅杨东瀚 SY小组